大家好,我是二华 腊肉是我们龙葱的一道传统美食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腊肉的做法 保证柔软多汁,咸香下饭 首先准备一块去年熏好的五花肉 喜欢吃瘦一点的,可以选择后腿肉 五花肉的肥肉比较多一点 吃起来口感更好一点 接着我们拿出烹火箱 把五花肉的表皮烧一下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去除表皮的灰尘 从而使腊肉吃起来更香 腊肉烧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往盆中倒入适量的开水摸过腊肉 把腊肉浸泡一下 等一下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就特别的简单了 浸泡至水温不那么烫熟了 我们拿出小刀,把腊肉表皮的单东西全部刮洗干净 腊肉全部刮完以后,我们把它再次放入准备好的温水中 拿出洗碗布,再一次的把腊肉清洗一遍 在清洗腊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不然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看,洗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清洗干净的腊肉我们放在菜板上 用刀把它一分为二 把切好的腊肉我们直接放入锅中 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摸过腊肉 再放入一个葱节,几片生姜 用大火煮开后,盖上锅盖,用小火煮二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拿出红线胶,把它用斜刀切成马蹄状 青椒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切成马蹄状 青红椒全部切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入小一点的碗中 拿出去了皮的大蒜子,先把它拍碎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小一点 这样拍出来的大蒜子,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准备几根蒜苗,把它切成长一点的段 在炒腊肉的时候,不需要加葱或者是芹菜和香菜 只需放入蒜苗,才能更好的激发出腊肉的香味 蒜苗全部切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入小盘中 把切好的大蒜子也放入盘中 现在的腊肉也已经煮好了 我们打开锅盖,用筷子把腊肉调起来 腊肉取出来以后,我们再次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往盆中倒入适量的温开水 再次把腊肉清洗一遍 腊肉经过多次的清洗,已经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清洗干净的腊肉把它放在菜脖上 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 现在的腊肉变得晶莹剔透 看起来特别有食欲了 腊肉全部改刀切好以后 我们把它直接放入锅中 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冒过腊肉 我们把腊肉焯一下水 开大火,把腊肉在锅中煮了当三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腊肉里面的淫味 腊肉焯水好以后,我们把它捞起来放入小碗中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我们焯好水的腊肉倒入锅中 开中小火用锅铲翻炒腊肉 煸炒出腊肉多余的油脂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用您发散的小鼠帮我给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你们 腊肉经过煸炒,已经微微冒泡 而且煸炒出很多油脂 接着把煸炒好的腊肉再次翻入盘中 锅中留底油 倒入我们切好的大蒜末 用锅铲炒出大蒜末的香味 然后再倒入切好的青红辣椒 用锅铲继续翻炒 青红椒翻炒几下后 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给辣椒入口底味 然后再放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最后加入一点点鸡精 继续用锅铲翻炒青红椒 使所有的调料都炒至化开 青红椒炒至8分熟以后 倒入我们刚刚煸炒好的腊肉 把我们切好的蒜苗也加入进来 开大火把蒜苗和腊肉翻拌均匀 炒至蒜苗断生 放拌十几秒后 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最后我们把炒好的腊肉装入盘中 就这样一旁非常好吃的腊肉 我们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协味适中 口感也非常的好 这样做出来的腊肉 上桌以后家人都喜欢吃 每次都能吃上一碗满满的米饭 实在是太香了 如果您也喜欢吃烙肉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